有声小说频道,订阅点赞不迷路第40章,两小合作大买卖。 谢玲珑道,红果不是真正的水果,而是一种蔬菜。 江亦惊讶道,它长得真像水果。 谢玲珑慢慢说道,它的模样和口感跟水果相似,还可以当菜,凉拌,炒,做汤,做酱,炖肉炖鱼吃。 我想听听你打算怎么卖它,一个算多少钱。 江亦目光狡黠,道,先告诉我,你有多少个。 物以稀为贵,要是多了,就卖不上好价钱。 你先说潭州城府有多少富贵人家。 江亦听他说的很有道理,认真道,潭州城府只有三,四百户, 但我家商路长达千里,长江以南的规模跟潭州一样大的城府有七座, 富贵人家加在一起就有三,四千户。 谢玲珑眼帘低垂道, 我给你三千个,路程太远的城府你不要考虑, 路程在两天之内的城府可以配送, 这东西路上颠簸磕伤了卖不上价钱, 还毁了你家的商欲。 卖出的利润,我们五五分城。 江亦眼睛闪亮,兴奋地亲了他一下额头, 激动道,你有这么多红果,太好了。 你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 我也只是想在方圆几百里的四个城府卖红果子。 我打算跟你一样, 把红果子城队装在漂亮精致的木盒里出售, 每份卖三十两银子。 木盒和运输人工成本控制在十两银子以内, 红果子每个值十两。 红果子都是你出的, 我只是拿出来卖, 我不能占这么多分城, 就拿三城好了。 谢玲珑听得喜上眉梢, 空间里西红柿已经堆积如山, 每天急速地生长成熟, 要多少有多少。 没想到拿出来通过江家巨商的江亦售卖, 一个能卖到十两银子高价。 他选择跟江亦做买卖, 除去和他投缘要好, 更重要的是看重江家巨商的背景和实力。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成因, 这次生意若能做成功, 以后他空间里的东西也可以优先跟江亦合作。 你家要投入的人力, 物力很多, 还担着风险, 你不能只拿三分, 最少拿五分, 就这么定了。 我们来签一份契约。 江亦上下打量他道, 我怎么看你更像是我家的人? 我两个妹妹天天耳濡目染, 都没有你会做生意。 契约我来起草, 突然间闷笑出声, 打趣道, 你这么小十字吗? 哦, 我忘记了, 谢叔叔是举人, 你认的字肯定比我两个妹妹多。 谢玲珑从他腿上跳下来, 眼睛瞪圆道, 我认的字多, 但写不好。 你别啰嗦了快去写, 然后派你手下去县里顾货船买桩西红柿的水缸。 早一天运到潭州城府, 就一天赚到银子。 今日已是初六, 到上缘节只有九天, 我们要抓紧时间。 好, 都听你的。 我这就写。 江义和比他小的孩子讲话, 都是他掌握话语权, 从未像今日被谢玲珑主导着说话。 哦, 原来红果叫西红柿, 可不是吗? 外表红艳形状四柿子。 只是为何叫西红柿, 不叫南红柿, 北红柿, 东红柿呢? 先写了再告诉你。 谢玲珑蹦起来想给他个暴力, 无奈个子太矮够不着, 只有改成捏他漂亮的鼻子。 江义揉搓着鼻子, 嘟囔道, 轻点啊, 我就鼻子长得最好看了。 很快一份简单的契约出炉了, 白纸飞字条理分明简洁易懂, 公平公正, 将双方的责任义务和收益都写得清清楚楚。 谢玲珑看到上面工整小城风格的墨字, 心里暗道,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大富人家的孩子也一样呢。 江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江义和谢玲珑在两份契约上签名用朱砂按上手印, 各吃一份。 谢玲珑, 你的字可要好好练。 我两个妹妹的字比我不差。 谢玲珑汉言, 前世毛笔字本来就写得不好, 到了这里又是第一次提笔写字, 写得好才怪呢。 江义出屋吩咐江四海立刻骑马回潭州府, 映至一千五百个檀香木盒, 最迟明晚交货, 一名奴仆去县外流洋河码头故传, 一名奴仆去买三十口水缸。 江四海是江府家生子, 从江义出生起就被老家主指派做贴身奴仆。 他二话不说拿着江义的令牌骑马离开。 廖小松和炳叔带着两名奴仆去办事。 谢玲珑见江义打了两个哈欠, 带着他去客卧歇息。 留下的两个男奴仆坐在板凳上, 守在门口, 随时听江义招呼。 何七雪坐在大厅里和五嫂商量中午做什么吃食招待江义, 看见谢玲珑抱着小白走进来, 便问道, 我的心肝宝贝, 你那好朋友喜欢吃些什么? 我怕家里的吃食入不了他的眼。 娘, 您别操心了, 都交给我, 荷花, 五嫂, 您去陪着爹爹吧, 小松舅舅不在, 爹爹写字无人言末呢。 谢玲珑笑着带走了五嫂, 厨房里面和花摘完两大把嫩绿新鲜的油菜, 洗了十个红的鲜艳玉滴不知名的果子, 将四个大绿皮红心萝卜, 切成丝拼拼砰砰, 好不热闹。 五嫂脚下一个大木盆, 盆里两条两尺多长铺好洗净的肥青鱼, 他取碗弯腰单装鱼镖鱼子, 用刀割下青鱼背挤四长条鱼肉, 再把青鱼切成手指长的段放了黄酒, 盐, 葱, 蒜, 将腌上去腥味, 又出门去购买肉菜。 丙叔和买水缸的男奴最先回来, 身后跟着六个挑夫两人一组用扁担抬着三口半人高直径三尺的水缸, 谢玲珑叫他不要打扰江义, 让挑夫把缸放在院子东侧, 余下的二十七口水缸挑夫来回跑了酒烫。 厨房飘出浓郁的饭菜箱时, 廖小松带着租船的男奴回来了。 两人在码头没有见到货船, 却见到几艘停泊的客船, 其中一艘中型船是谢家人 年前去潭州府做的。 廖小松上船见首船的人, 是那位曾给谢家人安置包厢送过中饭的老头船夫, 便直说谢家的朋友及租船运点货。 老头点头哈腰连价钱没问就同意了。 原来他儿子就是船主, 他儿子俱内, 而媳妇厉害不愿花钱白养他, 把他和几个看着碍眼却又不能赶走的老奴 打发到船上住顺便当看守。 老头一点都不埋怨儿子, 一心想着趁着还能动多出几趟船赚银子给孙子们留下。 老头觉得眼下船停了不开, 闲着也是闲着, 跑一趟运货能赚点就行, 更何况谢举人是那贺胜的关系得罪不起。 男奴压下十两银子的定金, 让老头打了个收条, 余下的九十两银子等货运到潭州府, 由姜毅知赴。 第四十一章, 菩萨果轰动潭州府。 姜毅觉得外面好吵, 睁眼一看, 枕边蹲着一只雪白的小猫正在朝他耳朵喵喵叫唤, 笑了笑坐起伸手捞过他, 惊诧地发现猫爪长成肉粉色无比干净没沾半点泥土, 对上一双圆溜溜黄褐色懵懂的猫眼, 心说, 莫非我睡觉时, 谢玲珑给他沐浴洗过爪子了? 屋外传来谢玲珑银银般甜美的声音, 姜毅都五十末太阳晒屁股咯, 快起来吃中饭。 姜毅听到屁股两字脸蛋一红, 肚子咕噜咕噜开始叫了, 穿好一道屏风后的木桶方便, 听到谢玲珑在门外叫, 小白, 生怕他闯进来, 赶紧系好裤子。 午饭仍是主仆分做两桌, 凉拌心灵美, 蒜泥拌卤猪肝, 速炒油菜, 鸡蛋炒西红柿, 红焖鱼杂, 溜青鱼丸, 蒜烧青鱼, 清炖老母鸡, 两凉菜五热菜一汤, 荤素搭配得当, 色香味俱全, 两桌菜是一样, 卢仆那桌人多菜量多些, 将一眼睛盯着八仙桌正中, 一盘红黄香蕉, 色彩鲜艳的鸡蛋炒西红柿, 握住坐在身旁谢玲珑的小手道, 那红的是西红柿? 谢玲珑点头严肃道, 嗯, 这就是我说的西红柿做成菜式的一种, 西红柿是菩萨所赐, 佛语叫tomato, 佛祖在西方, 所以它叫西红柿, 不能叫东, 南, 北红柿, 不但是将一听的诗神, 其余人也都惊呆了, 荷花和五嫂没想到, 刚才喜切和鸡蛋一起炒的果子, 是菩萨所赐, 谢玲珑咯咯笑道, 菩萨赐西红柿, 就是为了让我们吃, 我们都饿了吃吧, 爹, 娘, 西红柿炒着和生吃味道不同快尝尝, 他之所以中午要从空间拿出西红柿做菜, 就是为即将卖西红柿做伏笔, 他家的人绝对可信, 江义的奴仆也是心腹, 所以不必担心, 小白在角落里吃着香喷喷的红闷鱼杂斗饭, 开心的喵喵喵叫唤, 江义见谢继阳夫妻同时给自己碗里加了一块西红柿, 脸上露出灿烂笑容, 江义出身俱伤之家, 南北名菜都品尝过, 几位心腹奴仆也跟着沾光, 今日一早到谢家吃的姜汤, 淡汤, 茶水都很寻常, 可吃完之后, 口腔喉咙甘甜如同喝完几瓶碗干喉衣, 当时有事在忙没有留意, 中午吃饭菜, 这种感觉又来了, 江义问原因, 谢玲珑当然不能告诉食材, 水都是来自白府空间里, 用他前几日说的一方水土, 一方吃食道里搪塞过去, 众人用过饭出来, 见到院子东侧一片红艳艳, 三十个水缸里面装满了红通通的西红柿, 惊呼出声, 五嫂更是虔诚的贵岛在地口里, 念着观世音菩萨显灵, 保佑老爷, 夫人, 小姐平安, 和其雪激动的热泪盈眶, 紧紧攥着拉着谢玲珑的小手道, 龙妹子,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灵了, 竟在我们用饭时送来这么多西红柿, 江家两个奴仆跑过去, 挨个水缸看看, 狂喜叫道, 少家主, 好多的菩萨果西红柿, 只有谢其阳和江义无比惊诧后, 探究的望向谢玲珑, 江义道, 菩萨赐的西红柿, 谢玲珑稚嫩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道, 菩萨赐果是为了让我们富足快乐, 卖掉它们就能赚银子买很多需要的东西, 江义, 你还发什么呆, 赶紧用船把西红柿运回坛州府, 江义忽然间眼放金光, 放声大笑, 用手插腰充满信心道, 谢玲珑, 我决定给西红柿加个称号叫做菩萨果, 这样会卖得更好, 我要提价, 每个西红柿增加到二十两银子, 哈哈哈哈, 谢玲珑原以为小家伙信菩萨不敢卖西红柿, 闹半天是要借用菩萨的名号给西红柿加价, 比他财迷得多, 顿时无语, 谢七阳不想太招摇为谢玲珑引来获释, 建议买来深色的油纸把水缸封上, 江义立刻派奴仆去办, 深时初, 下午十五点多, 一艘客船从刘阳县的刘阳河码头驶出, 近四个时辰后驶入香江码头停泊, 此时, 夜深人静, 寒风萧萧, 满载西红柿的三十口大缸, 进了潭州城府拒伤江家, 设在香江码头边的仓库, 半夜江义敲开江家老老家主的门, 即是即半, 从热被窝里钻出来的老人家, 非但不恼怒打扰他的美梦, 还赞不绝口, 江家老老家主和江家老家主已未多年, 但由于江家家族人杂事多, 江浩然贪杯好色, 他们一直在暗中为江家护航, 江家明文规定, 凡是超过两万两银子的生意, 必须经过老家主审核, 超过五万两的, 就由于老老家主把关, 家主江浩然只有掌管两万两银子以下生意的权利, 江义要做的生意金额超过十万两银子, 必须要向江家老老家主禀报, 否则西红柿在酒香斋卖出去的银子都会充公, 岑爷爷, 这笔生意是我以个人名义跟谢玲珑签的契约, 我想拿出五千两银子借咱家的方圆二百里的酒香斋分店店铺和调用一些人力, 江家老老家主吹胡子瞪眼道, 你个臭戏牙子, 还跟我谈起生意了? 五千两不行, 你当打发叫花子? 一万两? 啊, 这么贵? 算了, 我自己少赚点, 江义立刻同意, 心里暗笑道, 曾爷爷以为占了便宜, 其实我和谢玲珑原计划三千个西红柿成本是三万两, 现在一千五百个檀香木盒子顶多用掉一万五千两, 加上曾爷爷要的运费人力店铺费一万两, 还付于五千两。 江义离开后, 江家老老家主将多年未用过的印章交给高手车夫, 速容道, 老马, 你立刻给酒香斋各分店店主写信暗中传令, 全力协助易牙子这笔生意。 这可是易牙子独立做的第一笔大生意, 也是我们江家打压同房打响名号再度辉煌的绝好机遇。 老马恭敬地点头。 第二日五十前后, 谭州府七家酒香斋店前同时贴出一张大红纸, 上面用大号墨字醒目地写着两句话, 品菩萨果西红柿, 想人生康泰如意。 第一个顾客, 是从长安辞官告老返乡高官家里的嫡孙, 高官的老病妻过瘦, 小孙子看到红纸拿着几日来得的压岁钱, 一次买了两盒当作受礼。 老病妻长期食药汤, 胃口很差, 晚宴前吃了一个西红柿, 胃口大开, 饭量竟比平时多了三倍。 那时刚过虚时, 晚十九点, 高官嘉里儿孙孝顺立刻拿着银子派人去买, 酒香斋总店正准备打烊的火急眼睛笑成一条缝道。 少家主给潭州府七家分店放了一千二百个菩萨果西红柿, 一共六百盒, 两个时辰就都卖完了。 刚才已有许多府里的总管来问过何事有货, 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少家主说, 这是菩萨次的果, 哪里是想吃小买随时就有的, 一切都要诚心随缘。 将易用少家主令台分派到几百里之外城府分店的一千八百个西红柿, 带着菩萨次果名号, 在过年期间集火爆, 都是在到店之后半天就卖完。 原本以为要卖到上元节, 起料年初时就脱销, 连带酒香斋的点心。 熟食, 调料生意收入都翻了三番, 把同行的店铺生意狠狠地打压了一番。 酒香斋的名号深入富贵世家, 竟然变成送吃食不送酒香斋的, 就是不重视不礼貌。 一碗干喉, 一种茶叶, 鲜苦厚甜。 第四十二章, 玲珑喜剑亲人。 年十一中午, 酒香斋几十家分店店主急切的求货信, 摆在了江家家主江浩然的书桌上, 都是求菩萨果西红柿, 还求增加汤圆等吃食的量, 想在上元节前大卖。 只在战争, 洪灾, 瘟疫等特殊时期才有大量缺货的情况, 竟在局势稳定的时候出现了。 这一切都是江浩然不坑不哈做成的。 他成功地在酒香斋众多分店量下, 树立了微信。 江浩然立刻下令加急增加各类吃食品种的量, 暗路程从最远到最近分店发货, 只是菩萨果西红柿从哪里进货, 江浩和他身边的亲信没有一个透露口风。 江浩然不得不求问爷爷将老老家主, 得到答复, 后悔莫及当时没有多跟谢七阳聊聊, 导致让儿子江浩钻了空子跟谢玲珑联络得了这么大笔的买卖。 现在要是想把这买卖接手过来, 还得通过儿子。 三天前将浩然的树妹夫请客, 从青楼买个会唱曲漂亮的小青棺送他做妾, 连着三晚他与妾欢好重温昔日雄风, 沉醉温柔香, 没去过妻子审视房里, 也没按时起床陪儿女们吃早饭。 来人, 去把叶儿叫过来, 我有急事找他。 一会儿, 奴仆跑回来恭敬回话道, 启禀家主, 少家主, 两位小姐跟着家主夫人昨日早上回家主夫人娘家了。 江义母亲沈氏的娘家成家, 在潭州府, 是不亚于江家的巨商, 年代比江家还久远得多, 主做不匹, 茶叶生意。 当年两家联姻, 江家靠着沈家的关系顺利拓展生意, 将店铺开到千里之外。 沈氏是嫡女, 其亲嫡兄如今是承家当家家主, 其父是退位的承家老家主。 沈氏与江浩然自小认识青梅竹马, 成亲后开始时感情和睦, 自从江浩然继位当上家主, 将家人为抢夺店铺的经营权便寻美女送给她, 加上庶妹送来的这位青楼小青官, 如今后院以纳十一位美妾。 沈氏对江浩然纳妾之事, 起初十分气愤, 甚至想过和离, 但为了三个孩子不得不妥协, 却在未怀孕。 江家老家主曾经警告过江浩然, 凡事不能做得太过分, 对于沈氏特别是沈家一定要大面上过得去。 江义对沈氏极为孝顺, 江浩然突然间觉得脑袋大了, 本应年初四去给岳父岳母拜年, 偏巧谢家出了那么大的事, 这一拖就到了初九, 她和沈氏商量初十无论如何要去, 结果当晚被树妹夫带到青楼, 这一当务就是初十一, 初六位时末, 和屠夫家前院传来砰砰砰炮声, 整个张家村都能听到, 很快从和屠夫家串门的村人 将消息传开, 和家的举人女婿带着丰厚的礼物 给和屠夫夫妻和大舅子们拜年, 潭州府声明远播酒香摘出的八种糕点 吃十斤菊饼, 盐酥油饼, 芝麻桂花饼, 米花糖卷, 绿豆糕, 素菇饼, 花生酥, 脆芝麻酥, 贵锦方花闻华丽炫目的仇布, 醉梦香酒坊, 年年要往长安批量送的古景春酒, 老赵季款式新颖, 花样贵气真金足银同手无期的首饰, 书金屋提供给月露书院学生的文房四宝, 村民们听着这一件件价钱不菲的礼物, 均是无比向往羡慕, 心里更对和屠夫全家多了一分敬畏, 和屠夫家前院后院清扫得干干净净, 十几间屋门都贴了对联, 窗户都贴了红符字, 大厅最前方心知乐个供桌, 上面置着香炉, 果点, 装供墙上图像观世音菩萨, 大厅里稍找两盆炭火, 除去喝大宝, 和四宝, 和五宝三家人去给岳父岳母家拜年, 四个儿女, 三个儿媳, 一个女婿, 四个孙子, 一个外孙女围坐在和屠夫夫妻身边, 吃着人饱满炒的香脆的小花生, 酒香摘的点心, 也枯村的秘菊, 菩萨裹西红柿, 欢聚一堂好不热闹, 廖小松, 和花, 五嫂取代了张巧凤, 在厨房准备晚饭, 谢玲珑特意叫过和花从空间里取出食材, 让她交给五嫂作, 和阳明, 和阳琪, 和阳正, 和阳贵站成一排双手捧着书金屋的文房四宝, 认真敬略地听完姑父谢其阳的教诲, 又兴高采烈地去领了姑姑和其雪的压岁钱, 二宝堂客李喜花, 和六宝堂客柳朝帝, 低头抚摸着绚丽柔软光滑的绸布, 喜得大笑出声, 三宝堂客廖小燕听到, 谢其阳要亲自去给廖家二老拜年, 感谢培养出品格优秀人意的廖小松, 内心激动, 丙叔看到和家上下十分重视谢其阳, 笑得嘴巴合不拢, 晚餐共有食菜一汤, 虽没有谢府年夜饭那么精致丰盛, 但盛在食材新鲜土香土色, 男人们开怀畅饮, 女人孩子们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廖小松和丙叔被叫到男人那一桌, 荷花和五嫂客手本分在厨房里用饭, 带众人吃完立刻收拾碗筷, 女人们, 孩子们, 廖小松和丙叔都睡下后, 谢其阳跟何屠夫和三个大舅子 如同以往的在厅里说话聊天, 何屠夫将心里的疑惑说出来, 道, 其阳, 你们不是过了上元节才回来, 怎么提前了? 老太太身子如何? 谢其阳脸色微变, 想到岳父和大舅子们等同至亲, 也不怕他们笑话, 只希望他们这几天能多安慰何其雪, 声音低沉面带愧疚缓缓将此行去谢府的所有事情说了一遍, 何屠夫听得眉头紧簇, 待听到女儿和未出事的外孙子险些在赏眉宴上丧命, 再也忍不住大声怒骂, 操起屁股下的板凳, 砰砰狠狠砸地, 她出生在洛阳高门世家, 自是知道后宅里面那些烟渣的破事, 曾多次嘱咐何其雪要提防, 谢其阳本家大房, 二房如此阴毒, 刘寡妇如此下贱卑鄙狠辣, 出生官家谢灵的二儿媳轻易就被几千两银子收买, 这些人虽都受到惩罚, 但却远远不能消解何屠夫的恨, 何二宝, 何六宝急忙站起来紧紧按住暴怒, 想要今晚就冲到谢府杀人报仇的何屠夫, 何三宝抹着眼泪道, 爹, 你别气着身子, 七雪和龙妹子就在隔壁, 你小点声, 谢其阳难过的沐寒热泪跪下道, 爹, 我保证以后, 绝不让七雪再去谢府, 何屠夫浑身酒气, 满脸紫红, 瞪圆眼睛, 想到爱女和宝贝心肝外孙女, 火气立刻泄了一半, 冷静下来, 素声道, 其阳, 何氏可是出自洛阳一门四后的何家? 谢其阳跪在地上, 点头道, 我听说何氏是那何家的远房旁系, 何屠夫催得一口吐沫, 道, 谢灵那政无品的官位, 肯定是靠着何家得来的, 何氏如此张扬愚蠢, 何家人就会收拾他们, 我把话放下, 你们都瞧着, 那谢灵的官位长久不了, 何氏嚣张不了多久, 谢府子孙后代一窝子蛇鼠, 休想重现昔日繁华, 谢其阳长叹一声道, 爹爹跟我想的一样, 何屠夫后悔莫及道, 老子要早知道是这样, 就拦着你不让回去认谢家, 大厅门搁支开了, 门外探尽一个小脑袋, 大大的眼睛亮如星辰, 望着众人牺牲问道, 外公, 爹爹怎么了, 犯了什么错? 第四十三章, 谢其阳雪中送炭, 没什么, 我跟你爹爹在玩, 何屠夫刚砸完板凳的大手摸摸脑袋, 将谢其阳扶起来, 谢其阳心里感激女儿及时出现, 道, 龙妹子, 你怎么没睡, 快去陪着你娘, 谢玲珑走进来关上门, 身后跟着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不点小白, 道, 我睡不着, 想跟外公和舅舅待着, 何六宝走过来抱起谢玲珑, 道, 那我们大人讲话, 你要保密, 不要往外撞哦, 谢玲珑突然间笑了起来, 道, 那我今天给你们吃菩萨果西红柿的事不要外传, 也是秘密哦, 他出现自是未给谢其阳解围, 谢其阳只说了大方, 二方等人如何陷害何其雪, 却没说他怎样拒绝矮冬瓜守护家庭的事, 果然谢玲珑一来气氛立刻缓和, 众人重新坐下, 何屠夫从何六宝怀里抢过外孙女放在自己大腿上, 继续听谢其阳讲述, 众人听到廖小松拒百营不贪忠心耿耿时, 均开口称赞, 何三宝从而明白为何谢其阳想要亲自去给廖家拜年, 谢其阳表明中军不会跟谢玲等人归附太后, 皇后党到长安亭真才实学参加会试, 何屠夫锦板的脸终于露出一丝欣慰自豪的笑容, 点点头赞赏道, 好眼光, 好稚气, 不愧是我看中的好女婿, 当年何屠夫在军营犯罪后逃离前得知一些朝廷高层黑幕, 那时圣上刚登基, 虽是英明但江山不稳, 没有力量处置那些藐视皇权无法无天的大士家, 如今圣上身体康健均全在握, 只待时机成熟, 定会出手重击。 谢其阳说道西红柿, 何屠夫望着谢玲珑, 目光慈祥, 柔声道, 龙妹子, 初九咱们全家去平安寺祈福, 这几天, 你能不能向观世音菩萨求几个菩萨果? 谢玲珑正有此意, 满口答应, 何屠夫目光了然, 原来年前谢玲珑走后没几天, 贺胜带着几个孙来家里提前给何屠夫拜年, 喝茶, 吃饭时发觉何屠夫家的水和米饭特别好吃, 问不出结果, 走时不要猪肉猪脚, 要了两大木桶米和两大木桶井水, 零食从村里沽量牛车拉回家, 何屠夫天天吃这种米和水没觉得特别, 经过贺胜提醒, 回味琢磨心理起疑, 这次通过谢玲珑拿出从未见过的菩萨果西红柿, 所以猜到你, 谁也是观世音菩萨赐给谢玲珑的, 何屠夫笑咪咪的亲了谢玲珑粉扑扑的小脸蛋一下, 问道, 龙妹子真是好孝顺, 今晚跟外公, 外婆睡好不好? 不好! 外公打碌碌好吵, 爹爹不打, 谢玲珑伸小手捏何屠夫的鼻子, 他哪是怕打呼噜, 而是怕被习过武功听力敏锐的何屠夫, 发现他半夜完失踪, 初七, 谢七阳一家三口提着两盒酒香摘的点心, 和一套书金屋的文房四宝给村里老李正拜年, 何屠夫是外地人, 张巧凤是外村人, 谢七阳自和何妻雪成亲之后, 每年正月来到张家村都会拿些礼物给老李正拜年, 麻烦他关照岳父岳母, 今年谢七阳送的礼物比往年都重, 原因是去年冬天老李正在平安寺给谢玲珑公平作证, 老李正有个在邻村学堂读书十一岁的孙子, 书金屋文房四宝, 就是送给这个小孩, 老李正脸上笑开花, 只感谢谢七阳还惦记着从谭州府给他的孙子烧礼物, 刀唠多了就扯起来, 张二家听说谭州府里有钱子弟喜欢玩鸟, 就抓了山里的麻雀去卖, 结果根本没人买, 还赔了来回的路费, 村里有户人家嫌种田得钱少还辛苦, 准备把祖上船的十二亩地卖了, 然后去谭州做短工挣大钱, 村里有两个孤寡老人死了, 空出十亩地两座山,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谢玲珑小脑袋瓜转着主意, 回去后立刻派出小白去山林里, 抓了几十只鸟养在空间里, 拿出所有的压岁钱让和屠夫帮他买下村里的地和山, 和屠夫对谢玲珑一求百应, 立刻去办, 一个时辰后从李正那里兴冲冲回来, 笑道, 龙妹子, 你交给我四十二两银子, 一共买到七亩好田, 一座山, 契约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好好保管。 张巧凤打趣道, 龙妹子买田买山, 这么小就知道攒家装了。 谢玲珑只笑不语, 买山和田是为了试验空间里的农作物和树木, 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种植。 另外, 他已经问清楚, 平堂国南方所有稻田一年只种一季, 没有人会种两季, 三季。 他想得久远, 今年爹若能高中, 成为近世做官地位身份大长。 娘的出身就显得低了。 他要是培育出两季, 三季的水稻, 大增母产量, 让何家通过县礼上报朝廷。 当今圣上英明重视农业, 说不定能给外公封一个闲散官职。 外公有了官位, 就能帮衬到娘, 使娘以后不会被官家夫人们瞧不起。 初八太阳高照, 大早上谢其阳, 廖小松, 荷花, 谢玲珑和何三宝一家三口, 去二十几里外的廖家。 谢其阳以前曾去过何三宝家, 这次还是头一回去何三宝岳父岳母的家。 何其雪心思细腻, 除去两包酒香斋的点心, 十斤猪肉, 给廖家两位常年生病的老人, 特意买了可以食补的一斤挡身, 两斤黄旗, 给十六岁未出嫁的廖小梅, 一块贵井方出的红色十分喜庆的仇布。 山上种满深绿树叶的菊树, 山脚下四间破旧的茅草土屋, 屋后一口巴掌大的池塘, 屋前半亩绿油油的菜地和四亩荒兽的稻田, 四只长泊雪白夺着步子在田耿边的小水沟里寻食的大鹅, 这便是廖家。 廖小燕的娘腰常年疼, 走路都得右手扶着腰, 听到谢举人来了, 激动惶恐地道, 谢老爷, 屋子里太破, 把桌椅搬坐来, 在外头可好。 谢其阳不用近乌光看着倾斜要倒的茅草微屋, 也猜到廖家有多么贫困, 心里更加佩服廖小松不贪财的人品, 等坐好后见老人家亲自去泡茶, 又吩咐二女儿廖小梅去宰鹅, 不忍心看她操劳, 将她请过来坐下, 将一百两银票拿出来, 简明恶药地说出事情经过, 诚恳道, 伯母, 感谢您和伯父将小松教导的如此重义耿直, 这些是小松该得的, 您务必收下。 茅草屋里面传来廖小燕那位常年瘫痪在床的爹激动的咳嗽声, 道, 谢老爷, 这是松崖子应该做的, 你们已经拿了那么多东西, 这银票我们不能收。 伯父, 七雪特意嘱咐我, 请您和伯母拿着银票把房屋重新修建, 去平安镇找平安堂李江和大夫看看病, 余下的钱给二妹子置些嫁妆。 谢七杨真诚说完, 坚决留下银票。 廖家人感动得直抹眼泪, 家里实在太贫穷了, 以至于连廖小梅的嫁妆都卖掉给两位老人买了药, 此时谢家送来一百两银子是雪中送炭。 第四十四章, 空间喜增寿情, 小山菊林里的小道, 谢玲珑和和阳正在前面飞快跑着玩耍, 小白紧跟其后, 不远处橘树下, 一向粗线条的荷花突发感慨对身旁拿铁制大剪刀, 仔细剪掉多余的橘树枝的廖小松道, 你家比我原来的家里还穷, 可你爹娘没卖女儿, 我家卖了我, 你两个姐姐比我的命好多了。 廖小松微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道, 你自从跟了小姐, 命就好了。 荷花望着橘林里那飞跑的小人, 万绿从中一点粉, 目光柔和, 脸带笑容点点头道, 跟着小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半个时辰后, 廖小松脚下堆了几十根橘汁, 谢玲珑瞧着他都扔到了橘林外的山路边, 谎称姐手带着小白过去把橘汁都收进空间。 廖小松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一刻都不闲, 捡完橘汁, 拔完鱼草, 浇完菜地, 又拿着斧子, 绳子去砍柴。 荷花不会捡橘汁这种专业活, 帮他拔鱼草, 浇菜地, 砍柴。 和阳正对这代很熟悉, 带着谢玲珑和小白跟着进了山。 廖小松和荷花一起砍树,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一会儿每人都砍了一大捆。 山里潮湿树木茂密,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钻进来, 一些干斧的木头上生着木耳, 树下还长着几种可以食用肉蘑菇, 谢玲珑难得进山, 将看到的蘑菇都悄悄收进空间。 和阳正眼睛亮晶晶, 在一棵松树下面的土坑边发现了一个直径三寸的洞, 拿长长的细棍往里面捅了捅, 竟没捅到头, 叫道, 龙妹子, 你怕不怕蛇? 这里有一个蛇洞, 我一直挖下去, 就能看到里面困窖的蛇。 不远处的荷花急忙跑过来, 瞪眼叫道, 别碰蛇, 很危险。 和阳正吐吐蛇头, 把戏棍丢掉, 拍拍手上的土, 拉着谢玲珑到一边去, 兴致勃勃道, 在我们村的山里有好多蛇洞, 冬天蛇在洞里困窖, 就算我们把洞挖掉, 把它抓出来用石头砸死都不动一下。 谢玲珑没想到刚六岁的小表哥, 看上去无害可爱, 其实很顽体。 他叫小白将附近蛇洞里冬眠的蛇都抓出来, 然后送进空间。 廖家人见荷花背了一大捆柴回来, 都很惊讶, 瞧着他竟比村里姑娘都勤劳能干, 突然间觉他长得很顺眼耐看。 谢其阳用过中餐不再打扰准备回张家村, 安排廖小松在家里住几天陪陪父母, 廖家哪里肯干, 一致要廖小松跟着走。 廖小松的娘给亲家烧去上午仔好特意留下的半只鹅, 二十个大鹅蛋, 心里仍是过意不去, 觉得礼物太少, 只后悔年前把所有的秘菊都卖掉。 他一手扶妖跟廖小梅一直送众人进出三, 四里路, 荷花抱着谢玲珑, 回头跟背着贝勒的廖小松道, 你家人都很好。 廖小松突然间脸红着快步走到他身后, 小松问道, 那你喜欢我家人吗? 荷花目光单纯, 洋洋黑粗的眉毛, 点点头道, 喜欢。 那你, 廖小松说了两个字, 脸颊更加的红, 后面的话却是修得无论如何也难以说出口。 天色已尽黄昏, 和屠夫家里人生鼎沸, 和大宝, 和四宝, 和五宝三家人都来了, 妻儿妻儿媳, 一女一婿, 十一孙, 一外孙女, 和家真正的大团圆。 伴随着院外孙子们放的鞭炮声响, 一道道香味扑鼻热气腾腾的菜肴, 从厨房端进大厅的四张八仙桌。 和屠夫嘴笑得和不拢, 跟几个孙子猜今晚都有什么好吃的菜。 张巧凤难得不下厨轻松享受一回, 却闲不住, 帮着和花和三儿媳料小宴摆碗筷到酒水。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欢声笑语, 畅所欲言, 谢玲珑觉得比在谢府老太太那里吃年夜饭还要热闹, 最重要的是多了家的温馨, 少了勾心斗角的虚伪。 菜全部上齐, 男人那桌的深蓝色两寸高的小瓷杯全部满上酒, 女人孩子都入了座, 和屠夫哈哈大笑两声带头加菜, 这就代表着开席, 不用吃什么恭贺的话, 敞开肚皮开心地吃就行。 谢玲珑看见不胜酒力的谢七阳被六个舅舅轮番灌酒, 一改在谢府推让的座派, 竟然来者不惧, 喝得很欢很豪放, 而在谢府提醒谢七阳少喝酒的何七雪此刻根本无事, 任他散开量喝。 十一个男孩子当中, 何阳正年龄最小, 也是心思最细最关注谢玲珑, 看到他一直望着谢七阳, 想想放下筷子, 跑到他身后在耳边低语道, 龙妹子莫担心哦, 每年正月姑父都会被灌醉几回, 爷爷说让姑父彻底放松, 别读书读呆了。 谢玲珑笑夜如花, 心说, 一定是六个舅舅故意要灌醉爹爹, 谁叫他抢走他们最心爱唯一的妹妹。 这顿大酒一直喝到筷子时, 女人和孩子们都睡下了, 何大宝和何二宝亲手亲脚, 把喝得跟醉猫一样路都走不动的谢七阳, 送进屋放在椅子上坐好。 大哥, 二哥, 你们快去歇着, 这里有我。 何七雪在床上翻过身子, 等两个哥哥离开, 舔着肚子披上衣服过来细致体贴入微的服饰, 谢七阳脱衣睡下。 何屠夫年前特意给谢玲珑定做了一张小木床, 此时大床边小床上的谢玲珑睁睁眼看着何七雪的一举一动, 心里微微有些感触。 等到爹娘都熟睡了, 谢玲珑进入白斧空间, 恢复成灵虎模样的小白欢喜的飞至摇头晃脑的禀报道, 玲珑姐姐, 这几天空间里面多养了八十七只鸟, 其中拔鹊三十八只, 乌鸦二十五只, 喜鹊十二只, 猫头鹰六只, 化眉四只, 百灵两只, 多养了四十五条蛇, 其中毒蛇三十二条, 无毒的水蛇十三条, 多养了四十九只兽, 黄鼠狼二十一只, 野狗十二只, 狐狸七只, 野袍子六只, 野猪一只, 野狼一只, 我把它们安置在小山里, 划分好区域, 平时我不在, 就有小黄和两只刺猬带它们修炼, 谢玲珑心里大喜, 立刻好奇地去小山上观看群兽, 那些兽琴, 已被狐狸小黄训练的服帖, 全部服从的旨在辖区内活动, 绝对不敢过界, 小山不大养这么多兽琴已经饱和, 谢玲珑期待这一大批修炼小城后会学会什么法术, 更期待随着他的年龄增加, 空间何时会升级扩大, 拥有更大更高的山, 更肥更多的田地, 夜境更深, 和屠夫后排的几间房子里传出男人睡熟打憨声, 酒喝多的和家儿子们躺在床上憨睡, 却不知他们旁侧的堂客们均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吴威尔席自从晚饭桌上得知谢其阳给廖家一百两银票, 后悔得要死, 当初若是推荐自己娘家的弟弟或是亲戚, 这么一笔大钱不就落到自己娘家吗? 第四十五章, 平安寺平地起风波, 初九全家人起得大早, 喜树吃过早饭, 和屠夫问过谢玲珑得知观世音菩萨夜里以次食科菩萨果西红柿, 兴奋地带着全家老小去平安寺烧香祈福, 历年平安寺都是初一烧香人多, 从初三开始便恢复往常清冷, 自从去年冬天谢玲珑得观世音菩萨自灵水添花全玉的事传开, 香火望了许多倍, 初一人们赶着烧头炷香, 从子时开始就排上队, 如今到了初九, 来烧香的人还很多, 除去方圆百里的百姓, 竟然还有县里的官爷和谭州城府里信佛的富贵人, 跟谢玲珑上次来时没有一个香客, 四处空荡荡天壤之别, 和屠夫夫妻带着后辈们在观世音菩萨向前排成三纵队, 轮流上前前程的跪拜磕头, 刚献上十颗红通通诱人食欲的西红柿, 立刻被站立在后面一位来自谭州城府十二, 三岁的少年香客认出来, 几步走上前用, 瞪着何家人, 用变声的公鸭嗓子操着陕西口音惊呼道, 十颗菩萨果西红柿, 你们皆是农民装扮, 怎能拿出这么多价值昂贵的菩萨果, 这是从哪个富贵人家偷来的? 何家长孙何阳山离少年最近, 性格急躁的他闻声跳起骂道, 你这个牙子狗眼看人低, 十颗西红柿算什么? 我玲珑妹子得到观世音菩萨垂爱, 要多少就有多少? 何家孙子们立刻聚在何阳山身旁, 指着少年叫骂。 何屠夫平时教导孙子们如果出了事, 先不说事情对错, 所有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气势上镇住对方, 再便是非。 何阳正从人群里钻进去, 振振有词道, 你管我家的菩萨果哪里来的? 只要不是偷不是抢就行。 这里是佛门圣地, 不许吵闹, 你快走吧。 不然观世音菩萨会恼怒你不敬。 何家大人正要插手, 和屠夫伸手拦住, 对方是个年龄跟何阳山相仿的少年, 着装滑贵, 肯定不是独自来寺里烧香, 先在一旁看着孙子们如何辩论, 等他家大人来了再理论。 少年相克并非一个人, 很快他的四个青年男奴仆拥着一个溜, 七岁纯红齿白着装同样滑贵的漂亮, 孩童从殿外挤进来。 四奴将被何家孙子们骂得脸红耳赤的少年护在中间, 那孩童见对方大人孩子夹起来几十口人多势众, 丝毫不拒, 走上前操着正宗的谭周画高声道, 十颗菩萨裹在那里。 何家众孙琪琪指向供桌, 道, 在那里。 华福孩童漂亮的桃花眼射出狡猾的光芒, 突然仰天笑了几声哈哈哈哈, 道, 方才你们说我哥哥对观世音菩萨不敬, 那你们手指菩萨像就对菩萨尊敬了吗? 何家众孙这才意识到中了华福孩童的圈套, 气得个个直跺脚。 何阳正嘴唇紧敏, 走到最前面, 直视华福孩童, 一句一字道, 菩萨慈悲不会计较我们无心之过, 但有人先在菩萨面前无凭无惧诬陷我们偷盗, 后又设计我们对菩萨不敬, 那才是真正的有心之过。 华福孩童一正, 被人称为神童的他, 竟会被同龄的村里孩子博倒, 脸蛋通红, 好在家风严谨修养极好, 没有当场暴怒骂人, 也没有跳脚大哭, 而是毫不退缩迎着何阳正目光, 道, 我们一连三日在菩萨向前诚心诚意跪拜烧香, 菩萨佛法通天无处不在, 自是知道我们到底心里存不存敬意。 荷花怕人多挤着谢玲珑, 先是抱着他站在后面, 后又怕他看不到, 就把他扛坐在肩膀上。 谢玲珑轻轻嗓子, 高声道, 那蓝衣小儿, 你是个聪明人, 你哥哥在观世音菩萨向前出言污蔑我们, 必须现在当着菩萨向陪礼。 华夫孩童穿着蓝衣, 知道是在说他, 顺音抬头望去, 个子矮视线不及。 华夫少年听闻声音是个女童, 未见其人便倔强地道, 哼, 两颗菩萨果西红柿在坛州府卖五十两银子, 十颗就是二百五十两银子, 你们都是农人, 哪有这么多银子买? 若想叫我赔礼, 那你们就先证明, 自家有买菩萨果的实力。 何家的大人们闻声, 均震惊地目瞪口呆, 几个贪财的儿媳妇更是身子摇晃, 险些晕倒, 这几天在大厅的果盘和餐桌上, 吃过酸甜可口的西红柿, 哪里想到价格如此昂贵? 众目睽睽下, 何家的孙子们急于证明自家清白, 纷纷叫嚷, 哼, 西红柿非要用银子买吗? 我家的就是观世音菩萨赐给龙妹子, 一个铜板都不要。 龙妹子, 你快请观世音菩萨再赐你十个西红柿, 证明给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看。 华夫孩童见仲还不像说谎, 桃花演员邓问道, 你们所言是真, 真的能向观世音菩萨求到菩萨果? 华夫少年坚持不信, 上前拍拍孩童的尖, 道, 宾弟, 莫再跟这群浓人吵了。 咱们走, 喂食再来烧香。 谢玲珑强势喝道, 不行, 那轻衣少年, 你必须向我们赔了礼, 才能离开此殿。 他虽是稚嫩童音, 但腔调严厉, 话语强硬, 竟有一种威势, 让人不得轻视。 众位相克多数来自方圆百里的农家百姓, 均帮着何家人指华夫少年。 华夫少年根本不理会, 拉着华夫孩童转身便走。 谢玲珑不带何家人开口, 便暗中叫小白施法。 一瞬间, 华夫少年双腿仿佛绑了千金纱带, 使出吃奶的劲也跨不开一步, 以为真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惩罚, 惊恐万壮出了一身冷汗, 有气无力道, 是我嘴中误说, 对不起。 谢玲珑道, 好了, 菩萨说你只是个孩子, 道过歉便可离去。 华夫少年身体恢复正常, 却以为真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惊吓得出了一头冷汗。 观世音菩萨殿闹哄哄, 早有和尚跑去后院叫主持。 主持鸣风和尚文声从殿外走来, 乡客们纷纷让道, 只见他双手和时, 却是直奔荷花肩上扛得谢玲珑走去。 慈眉善目笑道, 玲珑小施主, 我原本昨晚去拜访你, 只是被寺内繁琐的事物千半耽误。 今日你急来, 请和你家人到会客厅序续话。 华夫孩童听到拜访二次, 目光探究打量谢玲珑, 只见他四岁左右, 皮肤粉嫩, 两道弯弯柳叶眉, 透着聪慧的眼睛目光清澈, 精致小巧惹人脸的鼻子, 菱形珠唇仿若冬日盛开红眉的花瓣, 浅笑两颊梧窝娇憨讨喜, 头发梳着简单的期间双变, 上着粉色绸缎衣, 下着天蓝色绸缎裤, 脚灯红色绣花软断面鞋, 胸前带着用红绳串好的长命百岁小金锁, 华夫今世也遮不住通身的灵气, 如同观世音菩萨坐下玉女下凡, 漂亮可爱的远胜过华夫孩童见过的所有女童, 再看他身下的奴婢, 轻衣蓝裤, 生得一字粗美, 皮肤微黑, 容貌普通, 没有半点少女的柔美, 跟他很不协调, 华夫孩童心说, 这对主仆容貌气质可是极不般配, 谢玲珑正想跟明峰和尚说西红柿的事, 点点头稚嫩的声音道, 好, 主持请引路, 我们全家人跟上就是, 护国寺规定正月初仪至上元节前夕以及重要的佛典仪式, 四, 庙的主持, 方丈都须穿袈裟, 明峰和尚一席崭新赤色袈裟, 飘逸庄重, 颇有得到明僧的气质, 宽秀一幅伸手道, 请。 第四十六章, 玲珑被封护国寺供奉, 围观的乡客们看傻了眼, 平安寺虽不大, 但明峰和尚却是护国寺指派来的主持, 在平堂国几万和尚里面地位, 名气都是响当当的, 他平时无论对谁都是一视同仁, 从未像今日这般客气尊敬, 更奇怪地受到他如此重视的是个三, 四岁漂亮可爱的女童, 和家人走出观世音菩萨殿, 立刻有好奇的乡客去问, 自始至终坐在观世音佛像下面, 闭目念经敲目于的年轻和尚, 师父, 请问明峰主持刚才叫的玲珑小乡客, 是何来历? 年轻和尚站起来双掌合时, 庄重地唱个佛号, 方道, 谢玲珑小施主, 便是得到观世音菩萨赐灵录的人, 等众人惊讶议论过之后, 又严肃地道, 刚才他家人供奉钱, 曾特意跟贫僧说过, 观世音菩萨要他过上幸福日子, 特赐他菩萨果西红柿, 只要他心诚可随时求得菩萨赐过, 乡客们听得瞠目结舌, 天下间竟真有这等奇事, 年轻和尚不再理会, 坐下接着念经敲目鱼, 仿佛刚才什么事也未发生, 乡客们站在殿内, 仔细端详菩萨果西红柿, 议论纷纷, 华夫少年羞愧的脸色紫红, 他叫贺之清, 是家中的嫡长子, 嫡长孙, 今年十三岁, 父亲, 叔叔, 姑父都在朝为官, 去年他以十二岁低龄考中举人, 名栋长安, 秋天陪着辞官告老还乡的爷爷回到谭州府, 准备今年过完上元节便返回长安参加会试, 华夫孩童贺之斌是贺之清的亲弟, 今年六岁, 两岁起便在谭州城府陪伴着多病的奶奶, 他就是第一个在九香斋买菩萨果西红柿的顾客, 后来西红柿卖光了, 听闻伙计说诚心诚意有缘的人才能得到菩萨果, 为让奶奶能吃到菩萨果缓解病情, 初六早上叫着贺之清一起去谭州城府月路山上的香丰寺, 去烧香求菩萨, 在那里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平安寺观世音菩萨显灵一夜之间, 治愈一个女童的天花, 便带着四个奴仆当日骑马赶过来, 一求就是三日, 没求到菩萨果却遭遇刚才那一场, 贺之冰道, 哥哥, 咱们去会客厅, 我要当面问那西妹子怎么样才能求菩萨显灵治好她的病, 我要求菩萨治好奶奶的病, 贺之清面色尴尬, 但想着奶奶身体比自己的面子重要太多, 便点点头, 哪知他们到了后院, 竟被两位声称是护国四来的武功高强的武僧拦住贺退, 根本不让他们进去, 便是远远地望着也不行, 四个家奴均来自长安贺府, 手上也有功夫, 可四个家起来也远不敌一名武僧厉害, 急忙抱上老爷明慧, 结果胖武僧强硬地挥手撵人, 受武僧高声道, 明风正在里面说着佛家机密大事, 此时便是陛下来了, 也得在外面等候, 贺之清对于得罪和家人后悔莫及, 拱手问道, 两位大师直呼主持明字, 请问两位在护国寺里是? 胖武僧性子抱, 急道, 别套近乎, 我们是明风的师兄, 你们再不离去, 莫怪我们拳头不长眼, 贺之清只有带着人离开, 贺之斌走出几步, 感觉被人盯住, 猛回头看到和家几个小孩子躲在两名武僧身后, 探出脑袋做鬼脸, 其中包括跟他博变的小男孩, 贺之斌也顽提的吐舌头, 斜眼扯自己耳朵, 没想到竟引起他们天真暗藏友好的笑声, 会客厅, 明风和尚神色庄重说完, 将护国寺下发的公文递给谢其阳, 而后从双手捧着两本巴掌大的紫色硬皮小本期盼的等着回话, 原来玄灯大师回到长安, 立刻将谢玲珑事情禀报给护国寺主持和元大师, 经过护国寺所有高僧商议决定, 将谢玲珑册封为一等供奉, 将受到天下寺庙安堂僧尼的保护, 每年能分得护国寺来自观世音菩萨大殿一定的香油钱, 而谢玲珑要承担的义务就是每年观世音菩萨生日就近选择寺庙当一次玉女, 当天坐在观世音菩萨向前同寿香客们跪拜, 谢其阳看完之后给家人念了一遍, 然后询问意见, 众人一听纷纷欢喜自豪无比, 不是为了能得到护国寺的香油钱, 只是这件事是放在谁家都是无比的荣耀, 不等谢玲珑开口就都点头同意, 谢玲珑没有出风头的欲望, 不想到那天如同稀奇动物一样被百姓观赏, 但看到能让家人为他感到骄傲的份上没有拒绝, 明风和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胖乎乎的脸笑成一朵盛开的喇叭花, 走至谢玲珑身前, 弯腰将两个紫皮小本递过去, 激动道, 那就请玲珑供奉在佛本上按上手印吧, 谢玲珑觉得这件听上去神圣的事情却像是在做生意, 甲方是护国寺, 乙方是他, 佛本就是合同文本, 护国寺有片又未成年而同的意思, 接过来翻看了里面的内容, 倒是跟谢其阳面的公文一样, 护国寺没有玩文字游戏多侵占他的利益, 抬头道, 能不能添写一句话, 我只在出嫁之前做孕女, 平堂国法典规定, 女子十四, 男子十六成年即能成亲, 谢玲珑不愿这么早成亲, 自是想抓住这个机会将年头往后延, 明风和尚袖子里有两封密信, 玄灯大师在信中谢玲珑灵慧绝伦非一般孩童, 极有可能使得观世音菩萨再次治人疾病的灵路, 若他提出条件, 只要不是太过分, 都可以同意, 和元主持在信里写道, 必须说服谢家人让谢玲珑当上本寺供奉, 借菩萨果在民间传播佛法, 很快, 明风和尚拿笔墨在两个紫印皮小本那页添上一条, 谢玲珑看过之后, 在最后一页按上红手印, 一个佛本谢家收好保留, 一个佛本明风和尚将交给护国寺来送信的两名武僧带回长安, 护国寺见到此佛本, 会马上发佛文公告通知天下所有寺庙安堂, 到时除去僧尼还有佛家忠诚的信徒都会知道, 明风和尚乐呵呵, 不急不慢, 问起菩萨果西红柿, 谢玲珑以承衣等供奉, 想着年底要得护国寺的香油钱, 总不能光拿好处不付出, 便将说了许多遍的话再重复一遍, 另外特意许诺道, 刚才菩萨道生日那天将委托我, 赐给虔诚的信徒99枚菩萨果, 明风和尚听得双眼圆瞪, 立即派站在身侧的年轻和尚, 去取一个西红柿看看, 待亲自见到后, 双手合十, 执念佛语, 带着众人浩浩荡荡去观音殿跪拜感激菩萨显灵, 寺庙为了不浪费粮食, 供品到了晚上是可以吃的, 明风和尚想到能品尝到观世音菩萨亲赐的果子, 激动得无与伦比, 欢喜至于问清这果子是谢玲珑求到的, 不是随时随地能有的, 决定将果子上交护国寺, 明风和尚请那两名五僧师兄带着佛本和十颗菩萨果西红柿启程马不停蹄赶去长安, 一定要在西红柿腐坏之前亲手交给和元大师, 明风和尚火速办完事情, 兴致勃勃问道, 玲珑供奉可知观世音菩萨生日是几月几日, 第四十七章, 贺家兄弟上门相求, 众目睽睽之下, 谢玲珑小嘴一张, 将让小白打听好的情报侃侃而谈道, 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 承道日是六月十九日, 出家日是九月十九日, 众人均点头称赞谢玲珑聪明, 哪知明风和尚目光狡黠, 笑道, 今年起, 护国寺数位高僧内定将这三天都作为观世音菩萨的生日, 所以玲珑供奉以后每年这三天都要按佛本上所说, 就近选择寺院当一整日的玉女, 赐福百姓, 谢玲珑惊讶道, 三个生日, 晕, 她提出一个条件以为占到便宜, 没想到明风和尚也会玩阴的, 将一个生日变三个, 让她平白多付出两倍, 和家人却是更加喜悦, 感到无比自豪, 纷纷过来向谢玲珑祝贺, 当时风俗习惯是女子可十字骑马但记抛头露面, 只有一个特例, 就是在寺庙安堂佛式典礼时当观世音菩萨的座下玉女受签, 万百姓跪拜, 非但不被人耻笑还极为荣耀, 甚至能够光宗耀祖, 就是连皇室的公主都相当愿意, 谢玲珑心里暗骂明风和尚狡猾, 面上却开心点头道, 好, 胖和尚, 咱们二月十九日见, 明风和尚肉乎乎的脸堆满笑容, 道, 二月十八日本寺就会前去接你, 典礼将从二月十九日子时一直到亥时, 谢其阳不等谢玲珑开口, 便道, 岂能劳烦贵寺的师父, 那日我若不能来, 便由我的岳父和大舅哥将龙妹子送来, 何七雪激动得满脸通红, 攥着女儿的小手, 亢奋道, 龙妹子, 我的心肝宝贝, 到时你可要一定听明风主持的话, 乖乖地在菩萨佛像前坚持坐一天, 谢玲珑见爹娘如此高兴期盼, 便点点头同意, 和家人欢天喜地地离开平安寺, 六个舅舅和两个年龄满十岁的表哥, 抢着将谢玲珑扛在肩上, 走在烙河前的乡前小路, 舅舅们高声唱着年幼时和屠夫交的, 来自韩北地狱和军营的歌曲, 悦耳阳刚的歌声, 伴随着河水流淌声飘荡至远方, 赫氏兄弟带着四个奴仆远远跟着, 被嘹亮的歌声大气磅礴的歌词感染, 起料到在潭州乡间, 会听到北方豪迈血腥的歌曲, 这户农家不简单呢, 赫氏兄弟一路跟到张家村外, 怕被村民们看到惊动和家人, 就此停住脚步, 等到村民路过, 先后叫住一位看上去和蔼可亲的老伯伯, 和一位提着半篮子鸡蛋的妇人相问, 把何家和谢玲珑都打听清楚这才离去, 初时依依阳光明媚, 中午和屠夫家前院碧绿的桂树头, 落下一对花喜鹊叽叽喳喳叫个没完, 扰了谢玲珑的舞叫, 没一会儿, 就听得有男子扯着破罗一样的嗓子高声大喊道, 何屠夫, 潭州的贵客带了好多礼物, 来给你家龙妹子拜年, 快出来迎一下哦, 何屠夫被张巧凤叫醒, 马里的穿好衣裤鞋子跑出门外, 只见从菜地那边的河路上浩浩荡荡走来一队人马, 走在最前面带路的是村里的张三, 后面跟着七个人, 前面六人步行每人手里牵着一匹马, 后面一人赶着一辆独马拉的双轮马车, 谢玲珑以为是江义, 兴奋地爬起来穿衣披头散发招呼小白跑出去, 没想到来的人是前日平安寺见过的华夫少年和桃花眼男童, 七匹马和马车将前院占满, 他们带来的四个奴仆和马夫正从马车里面往外搬红漆木箱, 谢玲珑收起笑容, 思索着两个家伙的企图, 回到屋子让和桃给他梳头, 一会儿, 谢玲珑便被和屠夫叫至大厅, 抬眼看见谢七阳跟华夫少年坐在一起聊得很投机, 在听五嫂端茶时敬畏地称华夫少年做贺举人, 心里有些震惊, 和阳正跟桃花眼孩童不打不相识, 短短时间就手拉手有说有笑, 叫谢玲珑看得心里直埋怨, 没弄清楚对方的意图就放开戒备, 万一人家打着坏主意呢? 和屠夫牵着谢玲珑的手走到贺之清身前, 乐呵呵道, 龙妹子, 外公给你介绍, 这位英俊不凡的少年叫贺之清, 他家住在长安, 去年十二岁在长安考中举人, 你爹去长安会事, 他愿意照应一二, 谢玲珑端向贺之清五官端正容貌清秀, 身材瘦高, 由内之外透着儒雅, 只是眉骨棱角分明, 结合那日他的行为说话, 看出这是个倔强尝爱武断的家伙, 上门即是客, 何况带了礼物, 还和老爹同届会事, 他向来八面玲珑, 立刻露出一个迷死人不尝死的甜美笑容, 道, 玲珑见过之清哥哥, 贺之清脸颊微红, 起身道, 前日是我失言, 还请玲珑妹妹莫怪, 谢玲珑养着小脑袋, 道,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欢迎你来我家, 贺之清想起在平安寺被菩萨惩罚的不能动弹, 心有余悸, 不由地对谢玲珑起了畏惧之心, 原本想好的话一时脑袋空白, 不知道说什么, 眼瞧着气氛要尴尬起来, 贺之斌走过来望着和屠夫笑咪咪道, 老爷爷, 您怎么没有介绍我呢, 难道觉得我没有哥哥长得俊吗? 众人君笑, 和屠夫连忙道, 龙妹子, 这俊俏的细牙子叫贺之斌, 与杨正牙子同龄今年六岁, 他是知青的胞弟, 这几年代替父兄在奶奶身前静孝, 就住在潭州城府, 谢玲珑听后, 朝贺之斌微笑道, 难怪你们口音不同, 原来生长的地域不同, 贺之斌大胆地上前想去拉他的手, 却被他不着痕迹侧开身子躲开, 感觉到他的戒备, 心里自嘲这张人见人爱漂亮的脸蛋, 今日也不管用了, 尴尬笑了笑, 索性直接说明来一道, 龙妹子, 我们来没有恶意, 就是想求你帮个忙, 我奶奶染病多年, 去年冬天病情每况愈下, 一日三餐只能喝点米粥, 每隔三天就要扎真酒吃参汤续命, 自从初六那日吃了菩萨果西红柿, 胃口大开, 跟着脸色见好, 竟有力气在花园里散步, 比吃了人参还管用, 可惜我当时花了所有的压岁钱才买了四个, 奶奶吃了两顿就没有了, 谢玲珑听完, 立刻在心里询问小白空间里的西红柿, 是否有致病的功效, 小白回答西红柿本身就具备开胃的功效, 白斧空间只是将这个效果增加几倍, 至于其他的功效, 就得因人而异, 张巧凤见赫之斌眼眶通红快要落泪, 心软的过来伸手摸摸他的头发, 安慰道, 牙子正月里莫哭, 你和你哥哥这么孝顺, 一定会感动观世音菩萨, 你奶奶的病会好, 赫之斌桃花眼巴巴望着谢玲珑, 哀求道, 我和哥哥求你向观世音菩萨求赐一些菩萨果, 我奶奶的病能不能好, 就指望着你了, 呜, 赫之斌卿担忧奶奶的身体, 忍不住哭出来, 谢玲珑惊讶地望着两兄弟, 小的强忍住没哭, 大得在长安中过举的倒是先哭出来, 心里暗想是跟他们生活经历有关, 哥哥一直跟在爹娘身边难免浇惯些, 弟弟常年陪伴多病的奶奶不知不觉性格变得坚韧。 第48章, 书香门第无价书, 赫之斌的哭声和赫之清的话, 使得在场所有人起了恻隐之心, 纷纷向谢玲珑请求帮助他们, 谢玲珑不是铁石心肠, 但是考虑到若直接给赫氏兄弟西红柿, 日后会引来无穷无尽类似的事情, 再者还未确定赫氏兄弟所言是否真实, 反正他们在外多待一日, 他们的奶奶生命也不会有危险。 斟酌之后, 速容道, 两位哥哥, 求人不如求己, 你们仍是到平安寺去求, 三日后再来我家, 若你们诚心诚意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到时就会有菩萨果西红柿。 赫氏兄弟一听也觉得有理, 心里惊叹着谢玲珑的聪慧和楚师的大气, 跟他击掌为约三日后再来拜访, 便带着奴仆们离开。 河家大厅中间空地放着三个神秘的红漆大木箱, 和一大堆炫木地礼物, 产自江南两匹上好的铃罗绸缎, 两坛五斤重北地特产的极品高粱酒, 十几个装着珍珠, 带帽, 宝石, 金银精美首饰的小檀香木盒, 两件用木盒和木屑小心装放的 香有铜镜名贵的七七百饰品, 十二个五颜六色的跟今年生效相同漂亮的兽偶玩具。 张金金, 李喜花, 李草, 无香草激动地站在一旁两眼直冒金光盯着礼物高声议论, 贪欲化成口水差点从嘴里流下来, 若不是和屠夫家教慎言, 畏惧妹夫举人, 这些又是指名送给谢玲珑的礼物, 他们早就冲上去。 和屠夫看不得儿媳们贪婪的丑态, 目光严厉扫过儿子们, 和家重宝立刻发飙, 把堂客们吼出去, 看得谢玲珑在心里大呼, 外公威武。 和屠夫笑眯眯道, 龙妹子, 这些东西都给你送回流洋县, 以后当你的嫁妆好不好。 小白拱着腰从红旗大木箱跳至酒坛边, 猫爪轻拍着坛子, 猫眼盯着谢玲珑, 传音道, 玲珑姐姐, 这里面的酒好烈好香, 我现在要喝。 谢玲珑回复道, 喝了你就变成醉猫, 连老鼠都打不过。 小白摇摇脑袋道, 不会的, 我是英勇无敌的灵虎, 烈酒对我来说, 就像你们人间小孩子喜欢的糖水, 我永远喝不醉。 谢玲珑叫荷花把酒坛搬过来, 打开酒盖之后, 转眼间浓郁的酒香飘慢大厅, 和屠夫闻香兴奋地跳起来, 手舞足蹈地叫道, 竟是烧刀子。 哎呀, 老子三十年没喝过它了, 快拿碗来。 只有在北韩军队待过的人才喝的灌烧刀子, 贺氏兄弟是听了何家六个宝唱歌猜测的, 由此可见, 贺家备礼新成。 谢玲珑故意打去道, 外公, 您不是说要把这些礼物都当我的嫁妆吗? 怎么又喝我的酒呢? 和屠夫自然明白这是外孙女逗他, 摸摸后脑勺大笑着抱起外孙女高举着转了好几个圈, 道, 这酒就不算你的嫁妆, 哪有成亲女子嫁妆带烈酒的? 那不是愣要把丈夫训练成酒鬼吗? 呵呵呵, 外公沾了龙妹子的光, 有好酒喝了, 谢玲珑大方地将一大堆礼物分了, 外婆和娘每人一见七七同镜, 一匹绸缎, 首饰家里包括五嫂, 和花在内每个女人一见, 外公和小白分享两坛酒, 十一个表哥每人一个玩偶。 廖小松打开三个木箱, 里面装的竟都是书籍和旧手稿。 谢其阳想起贺之清走之前的暗示, 联盟上前查看, 竟是贺家三位官员读过的书籍和平唐国历朝会是状元, 榜眼, 探花等前世明会是策论文章的首抄稿。 贺家三位官员分别是贺氏兄弟的爷爷, 曾任职正二品上书令的贺窦, 爹爹现任正四品下上书又成的贺利, 叔叔现任正六品上太学博士的贺兰。 谢其阳像俯着爱妻的手一样温柔爱惜俯着用墨笔在旁册注写读后感悟心得的一本本书籍, 无比激动得道, 那些礼物价值千两百银。 这三箱书和旧手稿, 却是不能用金银衡量, 要是放在长安, 会让所有举子疯狂。 从此刻其我便进屋去研读, 就算只是三日, 也能获益匪浅。 和其雪道, 相公, 你三日哪能看完这么多? 不如你看书籍, 我和哥哥将手稿抄下来, 能抄多少是多少。 谢玲珑疑惑道, 这些书不是都送给我的吗? 和屠夫耐心解释道, 龙妹子, 这些是贺家三位官员的心血, 是要荡成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 贺氏兄弟有心相送, 我们却不能无心收下, 一定要还回去, 不然传出去, 是会被天下文人唾骂。 谢玲珑前世是电子时代, 书籍各类文章论文网上都有, 不像这里书香门第家族的书和手稿都是代代相传, 每本书和每份手稿都十分金贵, 后人要靠研读前人的读书智慧心得才能考中秀才, 举人尽是做官。 他突然间后悔用三天考验贺氏兄弟时间短了, 谢其阳蹲在地上双手捧着一本书, 已然两耳不闻身边事, 看得如痴如醉。 谢家祖上出过二品官员, 家族的书库里也存书和手稿, 只是子孙不争气连着几代未出过近事, 对书库管理不严格, 导致多年前一场大火焚烧了书库。 如今新建书库里的书和手稿都是老老太爷卖掉几百亩肥田所得银子 从外地一些小家族买来的, 远远比不上贺家这三香的珍贵。 贺家六宝将箱子都挪到年前专为谢其阳腾出来的光线充足宽敞的书房, 何其雪向侄子们借来过年礼物笔墨指宴, 兄妹七人在桌上抄手稿。 何阳山、何阳海和何阳明年龄已过十岁, 在村里学堂上了三年识得不少字, 但性情不稳重, 书法也差, 何其雪不敢让他们抄写, 怕毁了贺家的手稿。 何屠夫怕孙子们吵闹影响到儿女、女婿, 全部带到村子外面的山上玩。 一群小子挖蛇洞, 打泥仗, 拿弹弓射麻雀, 撇树枝, 走到哪祸害到哪, 嗓子高过一个, 吵得和屠夫脑袋都大了, 嘴里一直夸着谢玲珑安静乖巧懂事。 谭州有个民俗, 正月里不动针钱。 张巧凤见六个儿媳妇无事可做, 就领他们走人家, 赶急。 谢家的四个奴仆各司其择。 丙叔般把靠椅坐在前院看门, 晒着太阳, 脸上挂着笑容谢绝所有来串门村民。 吴嫂和廖小松打扫前, 后院的卫生, 做全家人的饭菜。 荷花寸步步离, 陪在谢玲珑左右。 一晃眼到了年十三中午, 天空晴朗, 阳光明媚, 清澈的落河水花花流向远方, 河边崎岖的村间窄路上尘土飞扬, 自关道方向奔来三匹大马, 为首的是一位戴着狐狸毛元帽, 裹子脸浓眉大眼的俊俏小少年, 紧跟其后, 是两位家仆着装精壮的中年汉子。 第四十九章 江义遭妇猜忌心伤。 张家村村民远远望着河屠夫, 又来了贵客。 长相老成的江义, 怀揣巨额银票, 带着江四海, 江三河, 江二江, 江一水四蒲, 和两车精心准备的礼物, 从潭州赶来探望谢玲珑。 众人到了流阳县, 见谢家大门紧锁, 问了谢家邻居, 得知谢家人去了张家村。 江义, 江一水和江二江骑马先行, 江三河和江四海赶着马车随后跟来。 丙叔小跑到村外, 向谢玲珑禀报。 在河屠夫看来, 谢府除了老太太外没有一个好东西, 听说老太太娘家 谭州聚伤江家的少家主来了, 连忙带着众孙儿回家。 谢玲珑? 江义快步走上前, 旁若无人般抱起满脸笑容的小人, 在他被风吹得冰冷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双手高举他原地转了几个圈, 发出来自心非的笑声, 骑马奔波的疲劳被朋友相聚的喜悦消减。 江义, 你来是给我送银子? 谢玲珑兴奋笑着, 两日前从贺氏兄弟处已知到西红柿在谭州府销售一空。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本来是昨天来的, 家里出了点小事, 延迟到今日。 江义脸上笑容不变, 只是明亮的眼睛暗淡了一下。 谢玲珑介绍家人, 江义依依拜年。 何屠夫听他按着外孙女的辈分叫自己外公, 没有出言反对, 只在暗中赚着心思。 江义水, 江二江上前向众人行礼, 谢玲珑吩咐荷花取来碎银给美人赏了一小块。 何家众孙围着江义说话, 当得知他只有九岁时, 均惊讶出生。 长孙何阳山拉着江义比个子, 竟然一般高。 何阳正见江义说话举止得体聪慧绝伦, 比堂哥们强许多, 心里敬佩向往, 暗中留意学习。 江义和众人坐在前院聊了半个时辰, 脸上未现半分蔑视和不耐烦, 何屠夫看在眼里, 很是喜欢他随和不焦不躁。 看着时候差不多了, 谢玲珑带着江义进了主卧, 刚关上门, 眼前便出现一摞厚厚的银票, 眼睛亮晶晶, 喜得欢呼出声, 道, 这么多银票, 都是给我的吗? 江义将银票交到他两只小手上, 极为认真的, 当然, 谢玲珑, 一共六万两银票, 你仔细清点清楚, 给我打个收条。 谢玲珑晶晶晶晶晶晶晶, 他这是在严格执行契约条款, 立即收起笑容, 严肃地将银票放在床上, 按票面上的数额累计加起来, 500票面值的银票正好120张。 小白在两人脚下养着脑袋, 瞧着谢玲珑一笔一画给江义写了个收条按上手印, 我们第一次合作圆满成功。 谢玲珑,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不收取分文定金, 就将如此大笔生意委托给我。 江义, 信人不疑, 疑人不信。 你也是信了我, 大胆借用家族的力量, 才把这次生意做得如此成功。 我很幸运交上你这个好朋友。 谢玲珑沉浸在第一次赚大钱的幸福之中, 小脸笑意浓浓, 梨窝身陷可爱甜美之极, 听到江义感慨, 由衷地道, 我也一样。 我家族已经有人想跳过, 我来找你交易。 你放心, 西红柿的生意我不会再找别人。 江义低着头, 小声道, 那要是找你的人是我爹呢? 谢玲珑一愣,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反问道, 你和江伯伯闹矛盾了? 江义想掩饰内心的痛苦, 道, 哦, 没有。 江伯伯是不是想让你从我这里取一批西红柿赶在上园节售卖? 江义忍不住打开话匣子, 低声道, 你猜对了, 他是由此意想趁机赚大钱。 可是我和你事先已商定好, 为了不让人觉得菩萨果西红柿来得容易, 短期内不会再卖, 要卖也得等到二月。 我这个亲生儿子的话他不信, 却听家族旁人的话, 认定我野心勃勃想早日主持家族生意, 借以此事削减他的微信。 谢玲珑睁大眼睛, 为这个只有九岁就遭到亲生父亲妒忌猜忌的天才孩童感到难过, 劝解道, 父子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江义只是苦笑。 谢玲珑笑着拉起他的双手, 安慰道, 江义, 你别难过, 我向你保证, 我在潭州地区关于吃食方面的生意只跟你交易, 观世音菩萨还会赐给我许多世上没有的东西, 今后我们会赚数不清的银子。 谢玲珑, 谢谢你, 我的好朋友。 江义真诚地说着, 心里生起无数希望, 等收条上的墨汁干了, 小心翼翼叠好放在贴身衣服的暗兜里, 这笔生意才算是真正的圆满结束, 精神上紧绷数天的闲放松下来长长于口气, 布满笑容的小脸却是带着疲惫之色, 双眼困倦地即将合起来, 在谢玲珑充满关怀的催促声中, 脱了外衣倒在床上盖着被子, 立刻就睡着了。 江三合和江四海赶着两码车的礼物晚到一个时辰, 设计到吃, 穿, 用, 玩, 带等琳琅满目的礼物在和屠夫家的大厅堆积如小山, 谢玲珑不能当着江义奴仆的面分礼物, 便叫廖小松和荷花把东西都挪到杂物, 而后全部收至白府空间。 江义一觉睡到黄昏, 醒来后直接用晚饭, 在饭桌上头次见到谢玲珑的舅舅。 舅妈们, 言语礼貌得当, 听到大人们在书房赶超贺家的手卷, 毛遂自荐他和四个奴仆一起加入。 谢玲珑见过江义的字, 想着他的贴身奴仆出身巨伤江府, 肯定也差不了, 立刻开口赞同。 谢玲珑夫妻本不好意思麻烦江义, 见女儿表态便点点头。 晚上抄写的队伍增加到十二人, 明日中午就到期限, 众人争分夺秒抄写, 就连截手来回都用跑步。 江义年龄最小, 坐姿, 书法, 耐性却比何家六个宝都强。 江义的四名奴仆赶马车搬重物干粗活, 竟都能写一笔工整清楚的字。 此时, 和屠夫心疼地叫和七雪去休息, 他接过女儿的笔亲自上阵。 黎明, 邻居家的公鸡打鸣。 众人这才晃绝抄了一夜, 困意袭身, 连连打哈欠, 却忍着困意不去睡, 洗个凉水脸接着抄, 人多力量大, 愣是在四十三刻将所有的手卷抄写完毕。 同一时刻, 谢气阳也将所有书籍粗略地浏览一遍, 双眼布满血丝, 却激动地直呼, 过瘾。 众人简单用饭便去睡觉。 江义和四个奴仆分别睡在后院相邻两个房间。 谢玲珑带着廖小松和荷花将三箱书, 手稿收放好, 想着回赠什么礼物合适。 五时, 何家前院, 后院两排房间里传出此起彼伏的憨声, 连续作战三天三夜的谢气阳, 何家人和江义等人睡得正憨实, 何氏兄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奴仆, 按时从平安寺起马赶至。